Trucker Thumb 今天想和大家说一下Trucker Thumb 就是在手指甲的位置 最主要是手指甲用太多 例如洗碗、开瓶盖等动作 令手指甲的根发炎 在A1 Pulley的位置有一个结巴 形成手指甲有痛和卡住的情况 治疗方面最主要是让这条根有足够的休息 所以我们会建议患者打一个手指托 叫做Anti-Trucker Thumb Splint 让手指甲动少一点 让根发炎慢慢减退 我们现在来看看 Anti-Trucker Thumb Splint是怎样的 我们将物料摸在一个伸直的手指甲上面 这个物料冷了硬了的时候 手指托就形成了 戴了这个手指托之后 手指甲第一节不能屈曲 就可以让屈曲手指甲的根多些时间休息了 我们会建议患者日夜都戴着这个手指托 尤其是晚上睡觉的时候 因为有Trucker Thumb的朋友 他们早上早上的手指是 零石痛、零石梗 另外日休息的时候 就可以每两个小时 把手指托除出来 做一些运动令到关节不要梗了 除了打这个手指托之外 加上物理治疗和做一些伸展的运动 通常在四至六个星期之内 都会有明显的好转 我在这里特别提到这两个的运动 可以帮助发炎的根放松 这个运动帮助拉松虎口的位置 推到尽的时候要停15秒 等虎口的软组织可以拉松 这个运动是直接伸展 屈指甲的根 Flexa Pollicis Longus 这些运动都可以每两个小时 脱手指托出来的时候做 通常经过四至六个星期的治疗之后 如果没有明显的进步 医生就会建议打这个消炎止痛针 如果再不行的话就要做手术了 Trucaform在一至四岁的小朋友身上 都会见到的 这个和创伤没关系的 这个和他们的远组织发育有关 治疗方面都是和之前所说的一样 如果大家对Trucaform有什么问题 我欢迎大家在以下留言 我会尽快答复大家 我们下次见 我们下次见